去年十一月底原警貨報民宅傳出凶殺案 緊急趕到現場 但犯姓男子倒臥床邊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而痛下殺手的就是他的枕邊人 事後調查發現 即興婦人因為不堪 長期受到丈夫家暴 趁對方熟稅時遲到將他殺害 在今年三月遭依殺人罪起訴 因為合乎國民法官審理要件 加上準備程序順利 因此成為全國最早進入選任程序的 矚目案件 全國國民法官審理案件 引起不少民眾關注 從上午八點開放 領取停停證 現場除了媒體以外 還有死改會成員以及費死聯盟 都有來到現場 本次一共領選六名國民法官 與四名被位國民法官 其中有四男六女 年齡介於23歲到70歲之間 職業橫跨餐飲業 自由業以及裝修設計等等 國民法官將會參與本刑 最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是故意犯罪導致死亡 案件其中不包括涉及少年犯罪 或是毒品案 另外量刑部分若非死刑 需要五人同意 而死刑則需要六人以上同意 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 雙方都要有同意票 本次案件將為期三天 密集審理最快週五就會宣判 屆時將成為臺灣第一份 國民法官判決書 近新聞阿公 亞曼張亀蘭 財東報導 大賊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最後一手掌握